早上好 欢迎回到6月19号的百歌晨报 我是陈辉 还记得这位大马籍外科女医生 诺阿玛丽娜娜 早前她透过社交媒体 呼吁网民援助一名患有口腔肿瘤的女孩 成功获得热烈的回响 并且顺利安排旅婴 飞往伦敦的一家医院安排手术 今天新海峡时报的头版 就给了首相马哈迪 在结束三天的英国行程前 特地到医院探访八个月大的旅婴 医生已经成功接触女婴的口腔肿瘤 而现在女婴可以自行呼吸了 敦马在探望后 为大马人的善举感到欣慰 同时也被女婴的顽强生命率所感动 马哈迪结束访议后 野马不停停地出访海外 他将带领我国代表团到泰国曼谷 出席为期三天的第34届东门峰会 其他报纸的头版新闻 还有新报在提醒读者 沙巴东案昨天发生了 10名渔夫被卢榜案件 这也是自2000年后 再有大批人质被绑架 即便受害者已经被警方 鉴定为价值不高的肉票 新州头版报道了 政府将可能制定侵犯隐私的法律 保障女性和儿童的隐私 首相署部长刘伟强解释 利用手机偷拍他人 这些行动也算是一种 侵犯他人隐私的做法 中国报头版独家报道 具有杀伤力的七枪 被部法分子从泰国 仿真军火走私来到大马 并透过社交媒体售卖 一把仿真枪的最低售价 大约是350令吉 南南现在短片通播 引发公正党两大巨头 安华和阿兹敏的派系斗争 虽然树立主席阿兹敏表明 不会因此告假 但是公正党主席安华的 政治秘书法哈斯 就向阿兹敏喊话 如果有证据证明阿兹敏犯错 那么对方就应该辞职谢罪 然而安华并不认同罪方言论 并且再次提醒党员 使用正确的管道发表声明 以及等待警方完成调查工作 沉浸一时的IS极端组织 可能会在全国发动巩洞袭击 全国总经长阿兹敏 接受南华早报的专访的时候 做出以上的警告 他说随着IS势力日渐薄弱 许多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 大马级战士感到受挫 根据过往的经验 他们可能会回到我国发动自杀式袭击 继续展开所谓的圣战行动 阿兹敏承诺 警方将会谨慎地看待所有的可能性 并且呼吁社交媒体公司给予配合 鉴定和移除宗教极端信息 避免国人受到影响 目前有超过20位大马公民 滞留在叙利亚北部的难民营 而从2013年开始 共有102名国人 飞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IS组织 其中有40个人因为参与恐袭而死亡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百科城报 我是陈辉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 想要知道最适合你的课程 来临的6月29号及30号 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欢迎清零双微学院及大学开放日洽询 rain 干对 没睡觉 止 五二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